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以上的部分一直到肩膀一直到肩 这是臂 在古文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甲戒这个弓箭的弓来表示这个弓 就是臂上的这个弓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古音相同 史记里面讲到有一位传异的人 就说孔子把异经传给瞿 瞿传于江东汉碧子宫 传于江东汉碧子宫 江东是汉碧子宫的郡旺 就是他的家乡 汉是姓 不过做姓讲的时候 这个字 王里古汉语字典认为应该是读签 应该是读签 臂是他的名字 子宫是他的字 所以如果严格标点的话应该是签 逗号姓 就是姓也 必是明也 子宫字也 他的名字叫做必 是整个的这一部分 那么取字的时候应该取一个跟 他的名字意义相关或者语音相关的一个字 这是上古兼秦时期人们取字的时候一个惯例 然有自求 求则有 子落自重游 孰能行不游路 所以这个意义上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那么这个人明毕 所以他取字的时候就叫做公 那么史书里面都是写的公建的公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假戒字 这个正确的写法 正字应该是表示上毕上也的这个公 在左传 古良传里面 诸国的黑公 这个黑公是一个人名 他是一个诸国人 在公养传里面就写成黑加公建的公 可见就是这两个字在古代是经常通用的 那么左传里面还讲到郑国的公孙黑公这个人 自博张 黑公是写成这个毕上也的这个公字 这个字跟张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呢 没有联系 张是什么 开公也 应该是写成公建的公 所以这个公孙黑公 公应该写成公建的公 所以断言才断定 这里面 这个毕上的这个公 就是公建的公 本来应该正确的写法是公建的公 好 这是这个公 其实大家在这个读文选的过程当中遇到以公积之 这种公字我们不知道它确切的解释究竟应该是什么 那么查一下说文会获得很多相关的知识 好 下面就讲这个在骑猴的帅车挂于木的时候 因为旁愁不能推车 所以就被急了 被追赶上了 这个时候 含诀直至马前 这是什么意思 直至 直是半马锁的意思 半马的这个绳子 滴了一根绳子就到马的前面 这样来解释好像有点问题 那么有同学说也可以 就是骑国的这个帅车上 骑军的帅车上三个人都没有下车 这个含诀的就走到车子前面 也就是在马的前面 然后就行再拜骑手之礼 然后再捧着这个酒 加上这个玉璧 进献给其请公 不是也能讲通吗 其实这个钱 是走上钱的意思 是一个动词 这句话许胜在说文解字里面引用了 那么他是在 这个质子的解释 解释这个质的时候 引用了左传的这句话 我们先看一下许胜对这个质子的解释 他这个质是半 马足也 从这个造字结构上来看 一个马的腿脚都被一个圈 这个绳索给捆起来了 许胜尹的左传的句子是含诀直至前 所以这个小传如果立定的话 应该是上面一个马 下面一个口 这个字许胜尹说是独弱折 在这个字的下面 许胜解释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质子 他说这个质是从马从口的这个质的一个另外一个书写形式 从马从口是会议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质是一个形生字 是从戏直生 这个直字我们在乌山乌峡里面讲到过 有了这个说完解字的这段文字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第一句话应该是含诀直至前 这个马字是一个演文 为什么会演呢 古书都是竖形的 而这个直字 那么写成 写成这个形体的时候 跟这个马字非常容易混 所以因为这个直字又演出这个另外一个马字来 好 下面是韩诀向七侯行这个臣建军的时候通行的礼节 特别是战胜国的臣 拜见战败国的君主的时候 那么都会有这样 这个直至再败其手 奉上加毙 这样三套礼仪 这个再败之礼 是拜两次 再拜就是拜两次 那么行拜礼的时候 是这个左手加于右手之上 然后这个手停在这个跟心脏平行的位置 以额加于手 就是低头到这个位置 这是拜礼 但是大家注意 古代的拜礼一定是贵礼 一定是膝盖着地 所以取身解是贵的时候 就说是败也 贵就是败也 那么其手礼 是古代最隆重的一种礼节 它比这个再败要更重 因为再败 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用于平背之间就可以行再败之礼 大家看《论语相当》里面 问人与他帮再败而送之 有个人要出游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那么那个国家有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要委托这个人向我的朋友问好 所以在这个人离开的时候 我要对他行再败之礼 在送别这个人的时候 要对他行再败之礼 《礼经遇早》里面说 凡现于君再败其手送之 同样是有一个使者 在中间传达甲乙两方的这个信息 但是这次对方是君主 因此只行再败之礼就不够了 还要再加上其手礼 这个大概是通手礼 这个样子 这个是其手礼 大家注意这个行其手礼的时候 我到网上查了很多 现在好像很多地方 这个复古之风很盛 要训练这个童子学童 这个行古礼 但是在这个行这个其手礼的时候 两只手是放在身子两侧 这是错误的 按照礼记里面的叙述 按照这个假意心论里面的叙述 这个行其手礼的时候 手行不散 就是说还是这个左手 加于右手 置于这个膝盖的前面 而头在触地面的时候 那么应该是在手的前面 齐就是停留的意思 齐就是停留的意思 所以前面这种礼节 是古代六礼当中的空手礼 头不接触地面 那么这个齐手礼呢 头要停留在地面一会儿 所以整套动作做起来就比较缓慢 显得比较庄重 如果这个心情比较激动的时候 动作一块 这个头崩一下往地上一碰 那是顿手礼 那就不是齐手礼了 就是很快速地碰一下 碰到地面上 那是顿手 不是齐手 好 这是行完了再拜齐手之礼之后 然后站起来 捧着这个商 而且还在这个酒气上 再加上这个玉壁 用来进献给齐请公 好 我们看下这个凤子 许申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凤是成也 从手公 从手公 风生 这是一个前面从手 从宫 这是会议 然后风生 这是会议间行生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直至在拜齐手 奉上加毙 这是古代战败国的 战胜国的臣子 拜见战败国的君主的时候 通行的礼节 这一点我们在左撰相公二十五年里面可以看到完全 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技术 这个政国的膜败国的臣子 之志而见 再拜其手 成瘾而尽现 大家看 前面是凤伤 这里是成义 奉商就是成义 成也是奉也 下面是韩爵对齐侯禁词 献词 整个这套献词很麻烦 说的非常委婉 相当委婉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和 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之间 距离比较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搞清楚 然后看一下韩爵究竟是在说什么 他说寡君 就是我们晋国的国君 派他的臣子们 替鲁国和魏国请求 请的对象是齐侯 请的内容是什么 请的内容就是用约字引出来的直接引语 所以如果这句话说完整了 就寡君使群臣为辱军请于齐侯 向齐侯请求 说不要让我们晋国的军队深入贵国的土地 贵国的领土 这个请求的内容好像很难理解 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请求内容是隐含了 就是请求齐国不要再攻打鲁卫两国 不要再找他们的麻烦 而且再来向齐侯请求的时候 一定不要深入齐国的领土 因为齐国军队太强大了 所以晋军如果深入齐国领土的话 那很危险 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所以无令与师 不要使我们晋国的军队陷入军地 这实际上是很客气的话 好 下面 韩军接着说 我很不信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主当容行 当就是正直 正好碰上容行是军队的行列 也就是指的齐军 我正巧就碰上了这个齐国的军队 这当然是很委婉的客气化 这样就无所逃隐 没有逃隐之所 没有可以逃跑隐藏的地方 这个锁字是提取了逃隐的处所 而且呢 我也害怕自己奔就是逃跑 避就是避开 假如我见到这个齐国的军队 就逃跑 就避开 那么会使两国的君主都蒙受耻辱 对于晋军一方而言 那么有这样的大臣 当然是一种耻辱 对齐侯一方而言 遇到这样的对手 也是一种耻辱 请教人继续 阿弥百姓 回忆 回忆 保存 毕与